再看到了这是中央图书馆台湾分网贴出的公告 禁止大家穿拖鞋 那么今天呢还是有人穿着各式的拖鞋 想进门去 结果遭到了警卫的拦阻 那么警卫说呢 其实这鞋款他们很难认定 只能够就劝大家 但是屡屡遭到了抱怨 那么其实因为不是强制性的 所以使得这项公告到底如何实施 很难落实 新北市中央图书馆 一早就有民众排队等着开门 男男女女不少人踩着拖鞋 但不管是人字拖还是蓝白拖 已经违反规定 因为图书馆大门早已贴上公告 基于国民人文精神请勿穿着拖鞋 但凉鞋拖鞋款式这么多 连警卫都伤脑筋 是人家跟我讲说 我们这拖鞋是两千多块三千多块钱 居住站在这里没有取地穿拖鞋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真的分辨不出 曾经政策方面说蛮坚持的 然后甚至于执行的角度 可能就比较强硬的时候 那民众就会反抗 有上门的拖鞋课 认为图书馆实在管太多 当场弄得不愉快 现在图书馆只要有人喧哗 专人巡回举牌 柔性劝导穿鞋入场 未来打算比较办理 并不哑观 然后他也有公共卫生的疑虑 然后也有公共安全的疑虑 还有他会发出 比较容易发出声响 我如果不是要做规定 我知道我就不会来了 下去就不会了 各地图书馆规定不一 跑前头的央途 希望用短阵痛期 换取不一样的阅读空间 TVB也希望杨青波中 美军新美视采访报道